今天做一道特别爱吃的土豆烧牛肉 营养美味,软烂入味 好吃到连汤汁都不剩 这牛肉是前段时间买来剩的,冻在冰箱里的 拿出来画一下冻,清洗干净 牛肉冷水下锅,放入葱姜,倒入适量料酒 可以去一下腥味 搅拌使牛肉受热均匀 水开后撇去浮沫 继续煮两分钟后,控水捞出 放在一个盘中备用 挑出葱姜 锅内少许油,放入适量冰糖 开最小火,把冰糖熬至焦糖色 出现密集小气泡时,倒入牛肉 翻炒使牛肉均匀上色 加入一勺料酒 放入葱姜八角,桂皮香叶,小茴香等调料炒香 炒出调料的香味 然后加入生抽,一点老抽,翻炒均匀 然后倒入没过牛肉的开水 水可以适量多一些 因为在熬煮的过程中会蒸发一部分 然后盖上盖子,中小火焖炖50分钟 这个期间来准备配菜 土豆去皮洗净后,切滚刀块 切好后放入盘中备用 再来一根胡萝卜,切滚刀块 切好后备用 青椒去籽,切小块备用 时间到打开锅盖 倒入切好的土豆和胡萝卜 撒入食盐 继续炖煮10分钟 等到土豆熟透 放入青椒 大火翻炒30秒就可以出锅了 美味的土豆烧牛肉就做好了 牛肉软烂,土豆软糯 超级好吃 喜欢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